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钻石手,然后这一期呢是我们钻石速地的栏目,然后呢会跟大家主要分享两个项目,然后都是近期可能有点意思的,然后第一个呢是Bomfeda,这项目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而且它应该算一个在Sanada生态里面算一个比较出面项目了,然后为什么要说它呢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是最近可能因为EAS的空头,然后热度比较高,然后都在想一些域名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东西呢,首先Bomfeda呢它是会开发一些Sanada钱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这里面呢它还包括 包括一个东西就是域名服务,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就是它下面啊,有看这有个name service,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点击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它的整个域名服务了,所以其实啊我们想说的是说之前EAS就是以太坊上的域名可能比较火,那如果你对域名还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Bomfeda,然后呢你其实啊这个域名很简单,就是你直接在这儿register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可以就是选择自己比如说喜欢的域名,然后呢觉得有意思的域名,然后都可以在这里,然后你去出一个 然后等一段时间的那个就是公开的一个拍卖期,然后如果拍卖期之内你的价最高呢你就能拿到这个域名,然后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就是所谓的fear launch的这种 呃机制的,然后它现在是可以支持英文的小写以及中文的,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Sanada 类似这样,然后呢它会显示就是如果这个域名可以去,呃这是其实已经被呃卖出去了,然后呢这种就是你可以去参与 竞拍的,然后呢它会显示生意的时间,然后有的呢就可能你随便输几个英文字母吧 然后像这样的域名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去呃添加注册,然后连接自己的钱包,然后呢它最少是目前来看是21美金,然后所以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呃关注一下,然后呢它不只是英文啊,然后比如说 中文也可以啊,比如说你搜百度,呃稍等一下百度,OK,然后这些都是可以的,像现在这个百度你就是可以去呃申请的,然后比如说 李彦宏等等啊,就是如果你说到就是还就是你觉得比较有潜力或者是觉得还不错的域名呢你可以去呃注册一下,然后呢等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能够 也许你成功了之后呢你就能拿到这个域名啊,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个事情得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呢目前来看呢 那他的域名都是USDC的,但是之前有一个公告啊就是在前天发出来的,然后呢他有一个有两个表状的升级 一个是呢就是他的那个auction的时间就是从三天变成呃从七天变成三天 然后另外一个表状的事情也就是明天开始啊就是15号开始,海鲤山15号,然后呢因为你现在看到的 你都是可以用USDC去直接去竞标的,但是呢之后啊你只能用FIDA去竞标了,呃这是他们社区的一个提案了 然后呢会从原来的就是USDC转到FIDA,从明天开始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就是域名服务比较感兴趣呢,你可以就是要么是今天你用USDC去竞标一些 要么你可以呃体验转一些FIDA,然后可能以后你在去竞标USDC的时候,竞标域名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重要 然后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比较利好FIDA的,然后当然可能对域名的理解,每个人都有点看法 然后跟大家推荐一个人是Benson,然后他是比较出名的,然后呢他其实很早之前有写过,他是在11月9号大家可以去翻一下他的推特 然后他有写过就是自己对呃Sananda域名上的理解,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去学习一下,然后也是很不错的,这是第一个事情 然后呢Sananda上的域名就是跟以太防智域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像Sananda上呢它是呃永久有效的 它不是那个可能像呃Ens是每年需要续,呃续费一次,但还有一些其他不同啊,然后你们都可以在他的官网上去了解就是域名的一个情况 然后所以这是第一个想法,然后呢第二个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osimesis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在呃上一次,还是上上一次的那个专业速递的时候跟大家聊过就是呃当时Tera他要通过一个呃IBC的一个协议嘛,然后要接入那个协议啊,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下cosmos上最大的就是当时的一个楼顿线提供者就是osimesis 然后呢当时他的价格应该是呃差不多4美金嘛,现在应该是6美金左右,然后现在呢就是他的池子,当时我们也说就是呃osimesis的成员在那个Tera的那个 社区里面做了一个体验就是希望呢Tera能够啊Nuna和UST的一些就是激励放到就是osimesis的那个体验里面来 然后现在呢他的体验是正式通过了,然后也就是说未来可能针对osimesis呢还会有更多的流动性进来 所以大家也可以呃因为这个消息吧可能你可以再继续关注一下osimesis,然后另外其实osimesis本身他也有很多就是 2月4的特点呃大家可以通过他的这个官网啊,然后去自己多多些了解,比如说他可以自己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建一个pool 然后呢同时呢呃在你们进他官网的时候啊,然后呃在这个呃稍等一下 在他的那个media上,然后你们能看到他关于自己的一些介绍,然后你点就是这个是media,然后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对于呃流动性提供的这个的一个解释,然后呢他也有讲自己的一些呃不同点 刚刚讲的是就是每个人他可以自己去商量一个池子,然后呢一般来讲你做lp呢是1比1的关系去做 然后呢他不一定需要1比1,同时他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叫超级流动性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比如说自己呃一般来讲lp的话你是比如说有ust加osmo,但是呢同时如果你把usd和osmo去做了一个lp之后呢 你的另外50%的osmo呢你还可以相当于做一个staking,那就是你其实拿到了就是流动性提供的利益之外的 另外一层收益啊,所以这个项目本身它是有些创新的,然后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是osmesis 但是你如果对这些项目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社群,然后跟我们来一起交流 然后今天内容可能会比较简单,主要是提供一些就是这些价值项目里面比较呃及时性的资讯,然后能够呃通过这种方式快速分享给大家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来讲有帮助有价值的话也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